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元对美金目前是在0.6776附近徘徊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澳洲股市方面webjack公司是股价大跌 主要是受到欧洲方面的影响 它之前的合伙公司是欧洲的主要的航空公司 目前是受到了破产清算的一个消息 那么它作为英国方面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公司之一人Thomas Cook 昨天是发布了这样的一则消息 但是它破产清算之后是欠webjack 大概是接近5000万澳币的金额没有还清 因此一旦进入破产程序之后 就直接影响webjack在明年预收的现金流里面 另外2020年大家本来预计 Thomas Cook这家航空公司来自于欧洲的 将会给webjack澳洲旅游公司 线上旅游公司带来接近2万亿 这个大概的一个交易量 但是呢目前这笔的数量 就会直接从公司的预期收益里面降低 因此呢就影响了股价的一个基本面的改变 但是好在webjack公布的消息显示呢 在截止到今年6月30号 公司账面上依旧有2亿多澳币的现金 那么因此也看出来 我们说之前现金流对于公司的一个严重的依赖性 一旦公司的现金流比较充沛 那么假设它的股价 或者是它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经济环境影响 它的一个未来公司的收入预期 但是呢因为有强大的一个现金流支撑 它在未来的3到6个月 或者是一年的时间里面 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或者是开发新的合作伙伴 所以呢这种行情一旦是发生了改变 我们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预测 就像最近有一个小段子说 基金经理和一个蚕食正在吃饭 那么基金经理呢就问禅师 最近券商啊或者是这些股评家 都是在说股市呢是吃饭行情 一直在看涨 但是呢为什么它的基金还是亏损的 然后禅师不说话 指了指桌子账的饭 基金经理看了一会儿桌上的饭 恍然大悟说 哦你是说吃饭行情还没有开始 我只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 然后禅师说了一句话 说错你就是桌上的饭和菜 那么其实呢对于机构和散户来讲 我们的信息渠道和现在获取信息的能力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说在欧洲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之后 英国的合作伙伴 Thomas Cook 破产清算 那么机构收到信息的速度和我们是一样的 因此呢大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呢 机构是没有任何比我们更有优势的地方 但是我们作为不能做预测 但是可以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 怎么预防呢 现在欧洲整体的经济情况非常的差 昨天呢下午五点钟公布的德国PMI指数呢 也是跌到了41附近 我们知道50市融枯线跌到了41 基本上是意味着未来三到六个月 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面 欧洲复苏的概率极大降低 因此呢欧洲央行包括德拉吉讲话 依旧是释放着量化宽松 货币宽松的一些政策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就预示着 我们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呢 尽量避开在欧洲有业务的公司 或者说是和欧洲有紧密合作的一些公司 这样的话我们能减少踩雷的概率 另外呢我们依旧是保持着风险 拥抱风险的一些投资 包括是黄金类的 那么黄金昨天晚上又是大幅上涨 受到德国这个PMI指数 严重不及预期的影响呢 晚盘黄金和白银 尤其是白银价格上涨了4% 其实我们纵观一下世界上顶级投资者 包括巴菲特本人呢 都是对黄金和白银有所投资的 那么巴菲特本人更是青睐于 白银的长期投资 他在197几年开始呢 就是批量的在囤入白银 所以呢巴菲特虽然说过 他不喜欢黄金 因为他不产生本身的价值 也不会像企业一样 可以产生这种社会价值 但是呢白银和黄金 它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始终是长期持有的 那么黄金白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 平均每年的回报率 也是跑赢我们从常说的 这个楼市和股票市场 所以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另外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 中国和欧洲方面 最近的频频放水 美国昨天呢 也是公布了一个数据 最近四天 连续四天放水了 接近三千亿美金 接近两万亿人民币 那么中国央行方面呢 也是通过降准的各种手段 手法 那么向市场上释放了 接近一万亿的流动性 两个国家加在一起接近三万亿 我们知道08年 金融危机之后呢 中国政府释放了四万亿的人币 就已经足够使整个社会基建项目 得到蓬勃的发展 那么这一次呢 短短几天 两边的两个国家 加上欧洲央行 释放到市场的资金 我相信已经远远超过了四万亿人币 当年的一个市场情况 所以呢 未来我们能够轻易看到的 就是现金等价物类的投资标的 价格会继续上涨 那么这个概率是极其大的 此外呢 重资产公司依旧是尽量不要去碰 什么是重资产呢 就是现金流随时有可能发生崩盘 现在呢 银行间拆借利率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这也为什么央行呢 一直在向市场上投钱放钱 去降低银行发生风险的概率 那么银行的风险 主要还是来自于利率上升 拆借利率上升 和储蓄利率下降 央行利率下降 两边的利息差一旦下降到负数 就像欧洲 它的存款利率是正的 然后放款利率是负的 房贷利率都是负的 那么这种长此以往 五到十年 我相信银行就会出现大面积的 甚至倒闭潮都有可能 所以银行不可能挺过这么长时间的 亏本运转 因此呢 未来经济其实风险依据在累加 但是呢 资金还是要往这个 能够赚钱的地方去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那么最赚钱又最安全的一些避风港 就会受到资金的青睐 那么今年呢 我们看到债券市场的频繁上涨价格 包括国债 负收益率的国债 但是价格依旧是在上涨了 就因此能够看出来现在资金的一个需求 而黄金和白银本身呢 它是有公司的 所以说呢 这一类股票 它的收益率至少不会像国债那样是负的 本身呢 一些好的公司 市盈率在8 90 11左右 那么这些公司的回报 还都是非常可观的 也没有太大的泡沫存在 因此呢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一类的黄金 或者是白银类的企业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参加最近 在悉尼举办的一些线下活动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视频后面 有这个报名链接 里面会有详细的时间和地址 大家可以填写信息参加我们的活动 谢谢大家